哈囉 大家好 我是蘇瑪 今天是我的英語提升挑戰的第三天 照理說是要錄2月16號的內容 但是因為今天已經2月17號 我昨天還是有讀了大概40分鐘的英文 好啊 我必須要檢討 我昨天就是2月16號的時候 然後呢 我一整天都很忙 可是我沒有優先的把時間放在英文上面 所以導致我晚上可能11點半12點的時候 要讀英文已經很累了 基本上沒有辦法好好的背單字啊 然後查找單字之後來說 都已經有點心神不寧這樣 那因為是第三天 所以我覺得就是方向啊什麼的 都還是可以再改變 所以今天就改路程就是 就是改變成 就是用日記說話的方式 在記錄我今天發生的事情 然後有什麼要反省的地方 那我自己現在的困難點就是 我有在去年12月的時候呢 在那種英文的平台上面買 YouTube 不YouTube VoiceTube上面 買了半年的課程 那我總共是96堂課吧 我現在已經上了11堂課 總共還有85堂課 那85堂課的有效日期到今年的5月5號為止 但是我覺得他有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他可能覺得我的程度是在B2吧 那他就會放B1的東西給我 但是B1的影片呢 我沒有辦法自己選 所以他現在隨機推的就會 對我來說就會很難 因為他是在講 比方一個母親他 他在生完小孩跟養育小孩的時候 他的頭腦會有各種的 比方前夜耳啊 多什麼多巴胺跟賀爾蒙啊 然後各種什麼腦皮下組織的英文 對我來說這些又不會很常用到 然後學過就忘記 然後我在聽的時候 要去查找單字 就是我會聽他的就是不看字幕然後聽嘛 但是聽的過程我就會覺得很痛苦 因為我根本就聽不懂 講了很多他的如何發酵啊 然後如何改變啊 然後整堂課 我就沒有辦法用很快的速度上完 所以其實每天我花了一小時在讀英文好了 我也沒有辦法把那一堂課讀完 等於他雖然是一天比方一堂課的進度 但是我現在就整個delay掉 因為光是現在這個英文我已經讀了三天 但我還是只是連音檔都還沒有聽完 因為他音檔之後還有五六個部分是要接續要 還要回答又要複習又要填空要什麼的 我就會花很多的時間 然後呢因為我的目標是要考亞斯嘛 我就覺得天哪這樣子念英文對嗎 我是不是又花 是不是沒有focus在一個點上 但是因為這個錢我已經付了 就總共一個月一千吧 所以半年的話就是六千塊 就已經付下去了 我不想浪費這個錢 所以還是 是不是就反正就有效期限到今年五月的話 就硬著頭皮把它念完 然後就加減念英文這樣 然後第二個我要反省 第三個我要反省的就是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挑戰 是不是有點漫無目的性 我是不是應該要 給自己一年的時間嗎 改成一年的時間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因為有期限把它自己就會更更有壓力 可能又有壓力我這樣對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反正就是各種嘗試好 然後我就想說反正那個 Voicetube的課程這樣買了就繼續把它上完 然後我今天有去圖書館我發現這一本 搭配詞的力量 我還沒有讀但是 感覺啦 感覺至少它會有 有音檔 然後就是比方說有酸嘛 它就是尖酸刻薄 接下來可能是 就是會有各種的延伸詞 那我就是不是乾脆每天來背一下這一本書好了 就是背單字然後背延伸詞 很多很弱的話 讀背單字都是有用的吧 好那我今天還是來複習一下 前幾天我寫的英文 第一個是 accomplish accomplish 完成 to finish something successful 成功的去完成某件事情 我找的例句是 I feel as if I've accomplished 不對 I feel as if I've accomplished nothing since I've since I've since I've lip my job 我感覺 遲到工作以後就一事無程序度光的意思 接下來複習第二個是 motherhood motherhood的意思是 the state of the state or time of being a mother 就是 成為母親的這個狀態 I don't feel ready for motherhood yet 我感覺自己還沒有想要成為一個母親 第三個 第三個 activate 是 activate 是 是 啟動 the arm is activated activated by the lightest pressure to cause something to start 嗯 對 就是啟動的意思 然後 我不知道 我沒有早句 我覺得啊天啊 因為真的好冷 希望我可以堅持下去 好 希望明天會變得更好 我今天 有 有讀書 也很棒啊 明天見 拜拜 拜拜